女騎士一面其來 攔檢警方站在五公尺外 竟早早舉起電擊器 大聲呵斥 你幹嘛啦 電腦會問我電腦 就位 遠景一手擋車 另一手持電擊器 靠近女騎士可怕滋滋 電呼聲響起 女騎士不知所措 我們真的人家中的 為什麼要這麼的浮誇 我覺得他們已經很吃飯過大 地點在台中大渡華山路 影片PO出遭網友踏法 超扯停下來還電人 騎士表示沒該管 更無炸接衝撞警察 配合熄火給證件 對攔查感到莫名其妙 女騎士一度偏移 被誤認衝撞嫌疑 單純攔查 警方卻持電擊器 發出可怕聲響 被質疑執法過當 反感恐慌 因為警察應該是人民的保母 台南七十多歲 老翁開車載老婆去高雄找朋友 路不守 老翁在綠燈處 猶豫停等兩秒 後方警察看到 巴巴立刻藍廷下來就罵 先生綠燈的時候 在車道中斷停 是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路不熟 我以前那邊可以 現在不准 我路不熟 我是外地 七十多歲老夫妻聲音發抖 收到危險駕駛發單 都快哭出來 直接金額重罰兩萬四 還調扣駕照 女兒炮轟遠景 過度執法 你有必要不聽老人家解釋 然後硬要開嗎 還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這麼多 只是不守路況停頓 並非故意暫停原定 不符合危險駕駛低義 好在最後撤銷罰單 否則只能乖乖吞下 破萬元發歡 傷心又委屈 記者王俊傑的朋友 飛台中高雄 採訪不到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